陳吉仲說屏東去養豬 那蘇院長希望我去當助手啦 我們家兩龍 豬龍還在 我要回來養豬 院長說 他要回來當我的助手 回來養豬 我要養豬 要和蘇貞昌卻為主 陳吉仲你不愧是蘇貞昌的好下屬 優秀的很突出 通過這樣的方式 讓老領導下崗再就業 就蘇貞昌這掃把神功啊 打掃豬舍 清理豬恨 那專業真的太對口了 帶一根掃肘都要跟他拼 掃肘 拼 拼 拼 而且蘇貞昌超懂美國萊豬 吃美國豬嗎 到時候還你加點萊克多巴胺 你們產量不得翻一翻 終於不用貪污也能笨小康 開玩笑的 真愛生命 遠離萊豬 不過蘇貞昌可以把豬肉賣給民進黨 畢竟他們最挺美國萊豬 一定進口豬肉 萊克多巴胺 多吃一點應該沒關係吧 最重要的是蘇貞昌啊 動不動就罵人 這樣是很容易被打的 但罵豬相對安全一點 只要記得站在圍欄外面 目前蘇貞昌還沒有真的說白白 不過就算他真的下台 他所犯的罪行也將一生以他如影隨行 直到他付出代價才行 蘇貞昌無謀分裂國家 危害台海和平 我們依法對其實時懲戒 關注 感谢观看